我相信不少女孩子 她们都希望自己能够有一张明星的脸 但打造明星脸 女孩子又不想受整形或者是打针之苦 其实通过对脸部轮廓的按摩 也能够丢掉细纹 甚至让你的脸小上一号 听上去是不是觉得有点神奇呢 那就赶紧走进我们今天的美妆课堂 听听专家是如何效仿明星 雕塑完美脸型的 狗仔队的高清镇头 让人无处遁形的美光灯 不能贴是初见的走秀 当你在家照着镜子抱怨这里那里的时候 想想明星不知比我们惨多少倍 所以他们对脸蛋雕琢的要求也是惊人的 当我们还在纠结眼下一道小细纹的时候 他们已经早一步 扫清了那些恋人发指的边边角角 效法明星 不是鼓动大家去求助急功近利的手段 我们完全可以从他们在意的细节上取经 用温和的护肤品和耐心 达到殊途同归的目的 绝大多数如帕里斯西尔顿一般明星们都非常在意下巴 这不仅仅时隔两月 脸型变化如此明显 面对镜头背后的猜测 恐怕只有帕里斯西尔顿心知肚明 对脸蛋最抓狂的恐怕要数战米摩尔了 他把整形手术都做到了膝盖上 还有什么边边角角让他糾结呢 看看最近两张照片 就能寻找到一点蛛丝马迹 唇角纹 一个即便抹平了眼袋皱纹 也很难不吐露秘密的细节 全世界都知道 玛达娜全身上下都动了刀 基本上能把鱼尾纹 法令纹 纯周纹处理的如此完美的脸蛋 似乎找不出需要标准的地方了 不过最近让他慌了神的竟然是松弛 不过几天之后的改变 不是拉了几次皮就能轻轻搞定的 可见明星不是个个没有肉毒干菌不可活 有时候他们更学会了胃语绸缪 来教育人好 其实这个村内呢 有很多的预言呢 它都是用这种手法 或者说产品来去保养的 因为可能有些呢 办法先生会告诉啊 哎 奶奶打了肉毒素呀 其实呢 这个可信度呢 不是很高 因为有些预言呢 真的是很用功去做这些事件 我们都知道呢 大S 首选大S 那他都会大量的补充一些胶原蛋白 让他说这样的话呢 我的肌体呢 会更加的加强 同时我的自律肌呀 以及一些荷尔蒙呀 内蜂蜜呀 更加的好一些 对 所以今天我们的美妆课堂 就先走访了几位护肤达人 看看他们是否愿意接受 明星急功近利的 标着脸庞方式 这个其实我觉得效果是很好 但是个人不太敢尝试 因为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危险性 第一个接受我们采访的 首先对人工标着脸庞的方式说不 因为他更接受健康自然的护肤 所以我来说 我觉得 我其实还是蛮喜欢自己的这样 皮肤状态的 一天三十次的Vivian 提升皮肤质感较好 所以他不愿意接受 人工注射的方式 来改变自己的皮肤质地 我自己是不会去 去做这样子的一些小手术来讲 但是我不反对别人 有这种需要的人去做 作为资深造型师的爱情 圈内不法体为通过人工注射 来美国的艺人好友 但他本人却不愿意经历尝试 看来面对明星们 急功近利的标着脸庞的方式 普通护肤达人的态度 还是略显保守 但这并不妨碍他们 通过健康自然的护肤法则 来达到同样的标着效果 我觉得还是通过敷肤品 来做正常的保养比较好 我现在是三十岁 然后我有五岁的一个孩子 那像平时 因为我从二十岁开始 十九岁二十岁开始 就已经开始用一些好的眼霜 然后一直 一直就是会注重用 使用精华液 我觉得精华液 使用或不使用 会有很大的一个区别 我觉得我自己是 很早就开始保养了 我差不多十八岁开始 我就开始用眼霜了 因为我觉得女孩子 最容易出现问题的就是眼部 所以我很早就开始用保养品 我严格说是十九周岁吧 二十岁 二十岁开始用眼霜和化妆水和乳液 和年轻人一样 这些护肤达人对待皮肤 有着未雨绸缪的意识 提前用一些抗衰老的产品 以及配合正确的按摩手法 他们相信这样的皮肤 一样能和时间赛跑 为此我们专门走访了 正在美容教室授课的Leo 看看她的见解是怎样的 我尽量地告诉大家 不单单护肤品这块呢 我们要加强 同时呢 我们要靠我们的一个手法 来让自己的皮肤呢 更加的紧致 十年九呢 我们皮肤的一个血液循环快了以后呢 我们皮肤就会更有弹力 同时更加的有那种美白的效果